每年春晚一项都是大咖云集星光异议,而最受老百姓欢迎的节目当属小品无异了,其老少皆宜的表演形式,诙谐斗趣的情节背后饱含生活哲理,总能引起台下观众的共鸣。 如,卖车,心病,送水公,卖拐,可谓是春晚小品中的经典之作,稳居央视春晚一等奖的宝座。 小品,卖拐,相信大家对这些小品女主角并不陌生,她就是小品大咖高秀敏,标志性的洪亮的笑声,以及她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个性鲜明,非常的真实贴近人们的生活,能不自觉地把观众带入剧中引起共鸣。 然而这位小品大咖却在2005年8月突发心脏病去世了,享年才46岁。 让不少观众为之惋惜,春晚也失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演员王洪梅王洪梅的出现可以说是有点燃了秀敏明心中的一盏灯,她是高秀敏的外甥女,高秀敏一直将其带在身边悉心指导,她跟随老姨出演,刘老根,中饰演二魁媳妇丁小满一角。 其真实鲜活幽默的表演方式将丁小满刻画的饱满灵动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也让观众记住了这个五官娟秀的东北姑娘。 在高秀敏去世之际王洪梅更是气不成声,在接受采访之际表露了高秀敏在她心中就是如母亲般的的存在,可见两人的关系之深。 刘老根,中饰演二魁媳妇丁小满她与老姨共同出演的电视剧还不止这些,还有《圣水湖畔》,豆腐西施杨七巧,女怕嫁错郎,乡村爱情变奏曲,等等。 电视剧《圣水湖畔》,剧照她的表演天赋引起了小品之王赵本山的注意,曾主动向其抛出橄榄枝,不过人各有志,王洪梅选择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凭着努力和天赋这姑娘现在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了,让人不禁为她点个赞。 电视剧《女人进城》,剧照现在更是片约不断,两年拍摄了《大村观》《女人进城》《樱桃红之秀真妈妈》等多部电视剧,口碑皆很不错,希望这个姑娘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期待能在银屏和春晚中看到她跟精彩的演出。 特别声明,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如有关于作品内容、版权或其他问题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